你後來做靈異節目 然後你 其實我後來就相信 真的會拿香拜拜了 可是因為你知道嗎 做靈異節目 有時候真的 你不是天天遇到鬼 就是天天遇到靈界的朋友 你出外景你還是有時候會遇 你沒遇到也很急 節目沒辦法呈現 你遇到其實自己很傷 晚上出去 通常到天快亮的時候才收工 我們是很辛苦 所以其實那時候工作人員 有時候他們真的會嚇你 就會說這邊真的有 所以他們常常會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會覺得 他們其實是希望氣氛 整個很緊張 可是那一次我們去了新竹 好像是一個陶瓷工廠 然後它廢棄了 之前其實有請過 八家將去那邊鎮壓 聽說那邊有很多猛鬼 然後我們那天去那邊拍的時候 工作人員其實有先駕DV 在地下室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放給我看說 我們剛剛真的拍到 你看你看看好明顯 我說這也太假了吧 那個白色的飄過去也太假了 你們是誰穿了那件衣服飄過去 你少來了 不要騙我這邊根本就沒有 我那時候是這樣講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覺得 他們故意嚇我的 所以他們就說真的有啦 我說你演得好小 我不相信不相信 然後我們就後來到二樓的 那個工廠的地方 我們找了一個很窄的走道 就是準備要讓我站在 那個走道的中間 然後旁邊就有點像 女兒牆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牆壁 工作人員站在前後 準備架DV 就是從前面跟後面拍 就意思說 他們其實沒有人躲 就是因為 就是旁邊就是已經樓梯了 你知道就女兒牆 下面就是直接可以跳一樓了 然後就是要我站在中間 他們在架DV的時候 我就站在兩台比較遠的DV的中間 然後我就靠著牆壁 然後就在等他們架機器 然後這時候我就覺得 奇怪我怎麼頭髮被拉了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頭髮被拉 是不是因為我靠牆壁太近了 所以我那時候綁馬尾 因為老師有交代說 你們女生頭髮長的 一定要把頭髮綁起來 因為呢 臨界朋友很可能躲在你後面 頭髮的裡面跟著你回去 所以就是盡量 所以他們就是教我們外景主持人 盡量頭髮 要不就剪短 要不然就是整個把它綁起來 綁成馬尾 它就不容易就跟著你回去 因為它會附在我後面 所以那時候我是綁著馬尾 然後我想說我可能是頭髮去 不小心勾到後面牆壁的那個磚頭 我心裡才這樣想 就說不要嚇自己 它就拉了一戳 是這樣飄起來 沒有 它本來是好像感覺一小把這樣 它故意抓這樣子 大概差不多這樣一戳 然後就這樣飛起來 在我旁邊讓我看到 我那時候綁馬尾 然後它就這樣拉這樣一戳 還故意讓你知道它是拉一戳 我在 我在那種感覺 我那時候我也不敢講 我在心裡說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們在這裡 心裡原諒我多遠無盡 那我真的不知道那個 我以為那個是假的 原來你在這裡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們在這裡 那我就是請他們原諒我 那時候頭髮就又再回來了 然後我就想 老天爺啊 原來他們拍到的那個 飄過去的白影是真的 我一直以為 他們是有人穿白色衣服飄過去 所以我從此以後 真的再也不敢在 就是外景的時候亂講話 因為我們攝影師啊 他是超鐵質的 他還在鬼屋裡面上大號 然後他就是完全百無禁忌喔 那一次他在鬼屋裡面啊 回去的路上高速公路翻車 哇塞 攝影機 攝影車整個翻車 我們在後面看到他翻了耶 但人沒事 他就是警告 所以後來那個攝影師啊 也開始跟著大家就是很乖 然後就是要上廁所 一定要跑到外面去 他不會在裡面隨便大小便 然後但是這個水平 就這樣說 是不安定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就這樣說